這個先導計劃三年的 然後在第一年就有一千個名額 這個輸入的方式 就是成功申請的公司 每是有請三個人才的話 都需要請一個本地的全職員工 還有兩個實習生 對這個計劃經文聯原則上是表示支持 但是有兩點意見 第一這個計劃不應是局限於 只是科學員和數碼港的租戶 或者是裏面的枯化緊的公司 而是應該向全港的合資格的科技公司去開放 而另一方面就是 如果你說是三年的先導 我覺得這個也是太長 其實政府可以在第一次的一千個名額 那個反應是熱烈的話 其實就隨時可以再開放更多 因為假如你說的是三年先導 就令人愧嘆 在這個計劃之下 似乎就不是搶人才 而是失了先機 所以對於這個 我們經文聯系支持之餘 亦都覺得 需要更加開放 這個思維一定要配合 現在全世界在創新科技方面 都是一日千里 同時全世界都是搶人才 所以在這方面 政府目前宣布的先導計劃 我認為都是有比較保守的地方 一個很簡單的回應 主要是希望在香港吸引各方面的科技人才方面 能夠做得更好 使得香港的創新科技能夠加快發展步伐 亦都使得我們的年青一代 有更多在創新科技方面發展的空間 亦都鼓勵更多的年青人 在這方面投入和有創業的機會 好 有沒有問題 OK 謝謝